歡迎大家收看 收看我們的藝術好好玩 我是Lio 我是日晴 那我們會一起在這個頻道跟大家 去分享有關藝術方面的事情 那Lio你可以介紹一下你自己嗎 我就是在光豪登場做直播器材 就是教學和麥克風 對 我是在音樂劇的一個巧合知道Lio 那他對那個器材方面 他是非常的專業 都做十年了 對 然後呢 所以如果大家在看直播或影片的朋友 歡迎來到光華商場的三樓嗎 四樓九十號 順便跟大家介紹 那我是日晴 我有一顆心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有關藝術方面的一些 我所看所知所聞 那就算是哪怕是一個很小的有關藝術的問題 我都會覺得很新鮮很好奇 再請Lio跟我們介紹一下更多的有關 這個像器材啊 器材啊 對 器材的東西像我賣很多就是直播主 通常就是聲卡麥克風 對 然後燈也要 像我們剛才朝那個燈 對這個燈 你看得到亮亮的是因為有很厲害的燈 然後有些是做宅錄的錄音樂的 錄音樂的 麥克風啊 也是唱的 因為在跟他購買這個器材的同時就邀請Lio 可以來玩玩看 那 體驗一下 對 體會一下 那個真正直播或者是在這個影片上面的一個呈現 因為我之前有主持廣播節目 是跟藝術有關的 在正文系電台8909的日情紐約 因為我待過紐約在那邊大概待了五年 就是去研究美國的 有關藝術方面的 呃這方面的一個文化 還有他藝術家啊 創造啊 這這方面 所以我們就想說 欸之後這個平台就是 呃可以 把我們所知道的 藝術的一個訊息 慢慢的跟大家分享 對 那在 在 在這個藝術上面 Lio也是覺得很好奇 所以 藝術的東西的話 對 我們覺得介於 完美不完美之間 嗯 就像有些畫 他可能是 大家自己覺得這個很漂亮 對 那有些畫就很抽象 比如說 對 地卡索的東西 可能隨便畫幾個東西 對 或者是一個香蕉 對 對 它就變成一個藝術品 對 對 那這個東西我想問 對吳老師 對 就是 藝術品的價值 它是 你什麼判斷 對 藝術品的 它 它 有一種 每個人可以對不同的藝術品 有一種價值的判斷 那可是呢 在市場上 對於 價格這件事情 它會在不同機構 產生 產生不同的那個 價格 那因為 市 市場呢 就是它會分成很多的 點 譬如說 拍賣會 畫 也是一個市場 那譬如說 朋友之間 私底下 對藝術品的 一個 買跟賣的 這也是一個市場 的一個 部分 今天 一個藝術品 舉例來說 像這一件 藝術品 其實 價格就是供跟虛 那有這個需求 說 呃 這個 這一件作品 那它可以賣到 呃 假設賣到 五萬塊 你總是不希望你訂的是 人家 所以 所以 訂價是給 是誰去訂的 好 訂的 還是 呃 就是 通常有兩個人 訂一個 一個是畫廊老闆 對 他會訂一個價錢 然後當然 畫廊老闆也會跟藝術家 去 溝通 去 去做一個 一起討論 說今天這件作品 為什麼是五萬 那 可是 因為每個人都可以訂價 就像你也可以訂價你的器材 這個 這叫 人圈圈的光 這個 你可以訂一個 價錢 那你 例如說你訂它是 三萬塊 但是 有可能 三萬塊就賣不掉 都賣不掉 所以 如果精準的老闆 當然 這個東西 他是 訂了三萬塊 而且還賣不掉 所以就是會有一個 這個作者的運氣 對 然後還有 市場 會去評價 大概會去給他一個價錢 對對對 他幾個點 一個是知名度 因為藝術品上 一個知名度是很重要的關鍵 那知名度又有很多個面向 譬如說 這個 這件作品 這個創作者 他的經歷 譬如說 這個創作者 他曾經 假設他曾經 在某一個 國外的美術館 有辦過課展 因為這是一個 蠻不容易的事情 那就會 他單單價就相對比 另外一個藝術家 沒有在美術館辦過課展 有可能 可以去做提升 那人家也還是會覺得說 因為 其實藝術品 買的是這個創作者的那種 一直不斷 創新加 堅毅不老的意志力 買的是 這創作者的意志力 就像我們買飯骨一樣 他的生命故事 他有很多的 在生命的挑戰 那我們 當我們看到飯骨的一張畫 我們就可以體驗那種 百折不老的精神 所以 比如說 那我們老師他 的作品 有時候 像藝術的時候都會參訪 誰的 那我們老師他是走哪一輩子 參訪哪一輩子 從小的 畫畫的過程 當然會受到很多 不同的藝術家的 的那種 我們就是會去欣賞 對 那但是我們在欣賞的過程裡面 就會 慢慢的去把真正 屬於自己的 就像 一個歌手 那一開始可能會聽 周杰倫的 聽某某的 對 到最後他一定要有自己的 唱腔 不會說跟周杰倫一模一樣 對 那如果 一模一樣 那就 那就失去那個 創作的 對 一開始會有一個 目標 對 像嘻哈 像流行歌手 對 就是這個意思 對 一開始一定會 有一些 會影響到藝術家的 管制形式 或是內容 那影響到老師的事情 影響到我 當然是 就是內容抽象表現主義 然後還有 東方的書寫 書法 書法 書法的那種 筆劃 線條的魅力 還有他一次性 就是有影響到我 還有就是 內容抽象表現主義 在 譬如說在畫面上面的那種 很奔放啊 可能有時候是低流啊 就是可以 把內心的那種 愛啊 內心的那種 激動 在那個作品上面 去很 很自由的去表現在 他的那個 整個 整個作品上面 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 剛好回來的 對對對 可以介紹一下 好 這一隊就是叫做 屬於你 那 呃 因為 他是把那個 老鼠的 寫實的畫面 做一個 抽象的話 把它 簡單的線條 有一些線條 把它 斷捨離啊 然後把它 用的很簡潔 但是就可以看得出 那種 老鼠又可愛 又 又 俏皮 的一個 造石 那這 作品上面 金色 又有那個 金色 金色 然後這金色是純粹的黃金 哦 純黃金嗎 對它不是肚金 它是 這融下來就是金子 真的喔 對它不是只是金色而已 它不是顏料 它就是黃金 黃金 本 黃金本人 然後所以 這畫面 這個是 這有我的簽名 221 CH 21就是 2021年 的作品 這上面還有 這個是眼鏡嗎 對 這邊是眼鏡 對 對 注意到 下面還有個東西 這個是 像一個小桶 對 對 就是 因為它在畫面上會有各種不同的那種 機率 就是我們希望它有一些是孔的造型 有一些是線條的造型 這樣子 然後它有一些漸層 這也是21年 21年 好 這就是千年 這樣子 好 那我們 喜歡這個影片的朋友們 那個 就 按讚訂閱 加小鈴鐺 然後 你就可以收到最好的通知 然後 我們的節目叫做 藝術好好玩 所以我們就是來玩的 生命就是來玩的 藝術就是來玩的 介紹一些新的藝術 對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